在很多的影评当中 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冰冰很多的电影作品当中 可能大家会更多看到你的美丽 但是在李玉的作品里 大家不光能看到你的美 还能看到你的演技 有两座影后的这个奖杯 已经可以证明这个 而这一部作品同样的 在美之外 大家也看到了你的这个精湛的演技 那为什么是李玉导演 能够给你带来这些呢 因为他给我足够的篇幅 让我去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听说他在现场 就是根本就没有说要怎么演 是完全让你自由发挥的 也他也有给我一些框架 但是他不会让演员特别局限 特别局促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比如说我们在摄影棚里面拍戏 他永远都不在摄影棚里面 他永远在的地方都是实景 因为他不希望让演员 闻到那个线刷的油漆的味道 他觉得是假的 他不愿意让演员看到 道具的搭景的那个 后面的背景的那个木框 他觉得演员根本 不会相信他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 包括 他拍戏的时候不会有灯光 他的灯光都是 布满了整个房间 你可以在这一个房间里面任意游走 他不会给你一个 他不会给你一个 两平方米 两米的地方 前后不能动 然后所有的保力龙跟灯架起来 说好你现在只能拍到这 你就只演上半身就可以了 你就演吧 他完全不需要演员去顾忌机位在哪 他完全不需要 走位在哪 所以其实是个对演员来说 其实拍李玉的电影是件很特别 又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又很锻炼人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也会有不适应 演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会跟 我第一次拍苹果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说 他说你为什么停了 我说我演完了 那我还没有喊咖呢 可是我说我对白 我情绪我动作 我已经演到 我该演的了 他说那你 如果我不叫停 你还可以再演吗 我说 我不知道 我试试吧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磨练 很多演员都不适应 包括大伟啊 那个时候 包括 嘉辉 杨嘉辉 他们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怎么演 因为演员都是通常都是 其实还是在那个框架里面 导演喊开始 导演喊停 导演觉得这个对白念完了 导演觉得可以了 他就说过 他不可以 他就说再来一遍 但是没有人说 停在那一直等着 一直把这一 原来还是用胶片 一直把胶片转完才说停 然后后来我已经演到习惯 就是他 他可以 他可以一上舞 都不喊停 我就可以演一上舞 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 你和霍斯燕那场 对打的戏 对骂的戏 是不是就 他就一直没喊停 对 就打到 反正就是最后我把他杀了 你最后你怎么解决 最后你的任务就是用一条橙色的丝巾 把霍斯燕给杀了 但是中间的过程 没有 你们完全来 你们自己随便吧 然后我跟霍斯燕就对两两相望坐了两个小时 就一直看着 然后因为都是女孩嘛 然后又又觉得哎呀我怕 怎么吵起来 怎么吵 然后我怎么打你呢 我又很壮 霍斯燕又很瘦 我又很担心打到他 他也很担心怕碰伤到我 但是镜头又很近 我们就在想 所以我们就都没有试戏 就从早晨开始就在这沙发上坐着 对 坐两个人 一直看着 然后他也在想他的方式 我也在想我的方式 然后导演就在外面走来走去 跟别人聊天 什么 然后就又一会儿进来说 你们怎么样 我说再给我们点时间想想 然后他就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想的 反正最后你就差不多 你就拿成色四镜 就你的情绪到了 你就可以做 你们自己把那个剧本里面的对白 一讲你们想加什么 你们你们记性的 我要我就要我不要我就剪 所以第一次的二次爆空剪出来六个小时 我觉得现在这个一个小时 一个106分钟已经把所有的人看成神经病了 我觉得那个六个小时绝对 我觉得如果电影过亦的话 我希望李玉把那六个小时的东西拿出来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方式 会不会其实一遍就能过 没有 那场戏也不是一遍就过 那场戏大概两条 对 因为第一条 他觉得我们还都 就对望了两个小时以后 他还觉得我们对对方有保留 他觉得 感觉 感觉你们还是怕相互伤到对方 然后他就把我拉出去了 说你顾忌什么 我说 嗯 我说男的还好嘛 就你跟男的打 最起码 你不会 就他是个男孩 比如说我跟邵峰那场戏 我就我就真的打了一巴掌 但邵峰是男孩 可能他能承受 或者是他 我觉得男孩可能跟女生不一样 可是我说 C2我还是有点顾忌 因为女孩嘛 然后又 大家又平常又嘻嘻嘻嘻沙沙 每天都在那玩 然后突然间又要把他 干掉 这个 这个事情还是让我有点 李宇就说说 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我们已经做了一上午了 我要真的东西 你给我真的 我说 好 然后他就 然后又把我又把我拉在一边说 你们 你给他真的 他也会给你真的 你给他真的 你给他真的 他也不会跟你来假的 我说好 就知道了 然后 第二条的时候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 非常猙獰的那个画面 就 对 然后把我们的 因为我们就三个人在房间里面 没有任何一盏灯 然后只有一个机器 然后摄影师在抓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老陆是个外国人 但是他在中国很多年 会讲中文 他用那个外国人的口音说 尼玛两个女人打架真是可怕呀 对 然后说 我不要 尼玛我不要潜入 这两个女人的战争当中 他就觉得 哇 为什么两个女人 打起来会这么的吓人 就是 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然后 我真的 我们两个人拍完这场戏的时候 都在抖 我也在抖 C2也在抖 就已经 大概有15分钟吧 我们当时演 因为你完全就在那个状态里 真的好像仇视着对方 对吧 然后我也在抖 他也在抖 然后我就 我演完了 我就把他抱起来了 就是两个人的感受 但是 戏出来很真实吧 我觉得 然后 那个 演完了以后 我还要演一遍 那我自己的 自己跟C2的 对 空气 我还要杀他 然后勒的是我自己 那时候我觉得 你的气力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已经就是 也到了那个 临界点了 对 边缘上 崩溃了 我就 能够让 冰冰付出这么多 一定是执着的热爱这部电影和这个人物 我们在这里也看一个微博网友 我们再来看一条 这条来自于 这是来自于这个慕容天涯的海葵 他提到就是说 你在这个宋奇这个状态当中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也提到 因为很多朋友之所以说他能看得有点想吐 就是他是手持的那种影像风格 那拍摄的时候 是不固定的吗 他也是这样手持的走 对 所以其实摄影师跟我们一样 其实是在演戏的一个过程 他也在用镜头表达 他想表达的东西 因为 我特别理解就是 大家说看起来很晕的这种状态 因为一定有感受 但是 李玉想给所有观众的东西 可能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带有呼吸感的镜头 他可能就是不希望 大家是在像看一个电影的一个 某一个美丽的画面 他可能就是想要 在真实的环境下的两个人的状态 不管是美好的 或者是压抑的 或者是极致的 但是镜头在 人当中之间游走的时候 是有呼吸感的 但这种呼吸感的东西 我觉得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能才能让观众感受到 但是不要做第一排就好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影二次曝光 它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前半部分是幻觉 然后后半部分是经历 解密 解密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 或者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剪辑 如果说能把一些真实的部分 提前到前面 可能会让他们更容易 去理解整个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是导演的意图吧 他就是不想要那么容易 给大家看到开头 就猜到结尾 但确实有很多朋友说 我真的没有猜到结尾 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翻番 或者一个颠覆的 前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有很多观众 我们在跑院线的时候 有很多观众 前面也是 就是跟进入故事之后 都以为这是个真实的东西 但后来解密的时候 才发现 哇 原来都是他自己 叫什么 歪歪出来的 所以就是 也就是说 你在看电影的第一时间 就应该仔细地去看 因为它很多的细节 是和后面有对应的 所以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那冰冰 也有很多朋友说 在后半段落 会经常看到你在一个人的游走 你的一个人的很多的一个状态 会觉得那样的镜头特别多 还有人说那是一个像MV一样的一个影像的呈现 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李玉电影里面的特点吧 嗯 你看《苹果》也有 《观音山》也有 然后《二次曝光》也有 我觉得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 现在好多的人都在给它定位说它到底是一部什么类型的电影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的观众特别愿意去定 给它一个定位 给它一个定位说 哦 这是个警匪片 所以我是和这一群观众 可能在电影宣传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是 嗯 通过这样的宣传方式 就是昨天电影院说 哦 我害怕看恐怖片 它宣传是恐怖 我就不进了 但是我觉得 不需要给电影规定一个某一个类型 或者说《二次曝光》这部电影 真的不是你以前所有见过的类型 嗯 特别是在中国的电影里面 可能国外真的有很多很好的这样讲 讲心灵 讲情感 讲背叛 讲很多这种故事 就是勾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 心理幻觉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但是中国真的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 它可能就是一部很理喻的电影 没错 它是带有这个导演个人风格 和他自己表现意图的一部电影 对 就是导演有话要说吧 我觉得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它还是一部很理喻的电影 很理喻女性化的电影 它就是一个想去 在电影里面想表达一些 嗯 女性的一些心理的成长 还有伤痛 还有情绪 所以不管从苹果 观音山一直到 二次曝光 我觉得它的电影里面 都有一些在游走的东西 然后人的情绪 可能它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很多人 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 会心里一酸或者是心里一疼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东西加在里面 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化学反应 但是我只能说它是一个 在别人的电影里面 找不到的镜头 是 就好像你刚才提到的 这种游离的一个状态 是它的一个影像风格 风格 那么像很多细心的观众 会看到比如说水 对 对 水这个物质的出现 包括说你在每一部里面 也都会有淋浴 对 对 洗澡的戏 对 你曾经跟导演探讨过 为什么他会在这些地方 会很执着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 就我觉得 就人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拍洗澡 可能很简单 就是因为人只有洗澡的时候 才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 他 那个时候他的世界是没有外 没有外围的 没有别人在注视你的 可能就是 非常非常自己内心心灵的感受 在你自己的心理呈现的时候 但我自己有一个生活的习惯 我也是喜欢 在 因为洗澡是每个人每天要做的 必须的一件事情 你都会可能就想事了 对 我会这样 对 我会经常也会就一边洗澡一边想你 就最后你那个幻想世界了 对 然后就想想 反正思绪是很飘摇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 其实我挺理解 为什么 很多电影 当然就是 我觉得露露肩膀什么的这些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不太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可能他想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的那个一个人的心理的呈现 还有他的孤独感 还有他的孤独感 他孤独 然后在一个人的时候 嗯 就这样 我的理解 嗯 刚才我们说了二次曝光 我觉得女性导演跟 一些就是女人对女人看女人之间跟女人看你的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很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气场的一个人的就是他的那个是很近的我觉得男的导演大部分看的还是外表会多一点是这个意思 对可能他关注这个心心理的东西可能会因为他毕竟是两个物种对可能他还是有一层隔阂但是我觉得我跟女导演的合作确实是比较近的然后什么话都可以说你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表达而且你表达了之后他们是有感受而且他们也有很多的表达我也有感受就是还是像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对话 所以这部片子也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作品好像还不方便透露没关系没关系我在想这有没有幻觉对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拍这部电影是个喜剧对然后嗯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冰冰的喜剧是个喜剧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喜欢有一些反差的东西比如说去年拍二次曝光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啊每天都很压抑 很压抑 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然后 然后 心灵受到了挤压然后呈现了压抑装但是我我会觉得 我想在下一面一个作品里面演一些特别轻松的对轻松的然后 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所以 选这个戏也是我觉得可以让我的心灵得到一些啊缓缓冲然后 然后 嗯 然后 喜欢我的观众也轻松一下 哈哈哈哈 我从 把大家从神神神经病变成正常人这样 嗯 是的 是的 在这里也谢谢冰冰来做客 同时也期待你新的作品 好啊 也希望还没有走进影院去观看的朋友能够去影院里感受一下二次曝光 对也 其实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嗯 嗯 只有在大屏幕上看可能才能看到电影的气质 可能跟看蝶片真的不一样 嗯 是再次提醒你从观影的第一分钟开始就仔细看 对 谢谢 谢谢冰冰 谢谢你 也同事感谢一鸣造型